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好,接著的療劑是 Sena Maritima Sena Maritima 英文叫Worm Seed 是驅蟲子 Sena 驅蟲子 好明顯 這個療劑是稻蟲藥 很多症狀都是跟生蟲有關的 精神上、神經系統、身體的症狀 都是因為身體上有蟲 導出的症狀 這種蟲是匯蟲的比較多些 蟲在身體上會出現很多反射症狀 例如腹部是覺得很不適 身體的精神和身體都很極度敏感 小小事都會引起它不安的反應 比較難於複視 簡單的說法 很固執 也不喜歡被人捉摸 你去普普施石石 他都不喜歡 三文仔很特別不喜歡這件事 也不喜歡三文仔 不喜歡被人疏頭 鼻歌有很大的不適 導致他不斷滑 不斷地磨擦皮疙瘩 睡覺就磨牙,睡覺不安 睡得很不安,千磚反側 沈蚊仔常常睡覺,喜歡趴在這裡睡 或者躲在手上,或者跪在這裡 像青蛙般跪在這裡睡 晚上也會有尿床問題 那些尿有時候隔出來是黃,是粗 甚至乎是有種臭味 皮膚是極度敏感 不能夠被人觸摸,不能夠被人接觸到或者按壓它 整個身體都是對那些動動、觸摸 都會覺得好像很不舒服 如果你鬥它、摸它,可能會引致經亂 頭髮是對觸摸很敏感 所以它不喜歡被人疏頭 會有一種抽搐性的經亂 有時候抽筋的時候會有大喊 或者手腳揮動、揮動都很厲害 或者揮動都很厲害 通常經亂的時候都是有知覺的 沒有失了知覺的 例如白羊雕 沈粉仔在抽筋的時候 那隻手就會左右移動 也有一個情況就是肚子餓 越是餓,它就越是消瘦 雖然胃口很好,但吃極都不肥 生蟲的生蟲有時候也有這種情況 身體都很酸 小朋友的身體很酸 或者生蟲在出牙的時候的症狀 那種痛就來得好像一種電擊性的感覺 令到它突然之間跳起來 那種癌症,也會有這種症狀 那麼有時候有症狀 有時候有症狀的症狀 那種症狀會出現 那種癌症的症狀 基本上,鞠叢子的人 通常會有很敏症 尤其是小症狀,是很敏症的 你不能碰他,不能抱他 很難服侍,很難令他開心 所以脾氣很臭 有時候會大聲地叫 由晚上的尖叫大叫 可能會亂打人、咬人 對於擁抱這些 完全沒有什麼感覺 睡覺時會突然窄醒 好像突然很害怕跳起床 腹部有時候會在腹部 有一種扭痛的感覺 按壓可能會舒服一點 這些搞痛 很多時候是因為裡面有些蟲 來刺激它 所以很多時候的問題 都是寄身蟲、回蟲在身體影響 好,做一種情況是咳 那些很嚴重的八日咳 咳也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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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說話就會出現咳 有時候會發出咳 即是經常不甩的咳 其實背後可能是因為山蟲的問題 眼部有時候是黑眼圈 還有因為眼的過度 用眼神到此頭痛 有時候會被蘸透走 還有屎裏有些藍藍白白 而眼部有黑眼圈這種情況 食物好像陳委所說 有時候吃東西嘗到很飢餓 但無論如何都好,好像是不會增磅 頭痛有時跟肚痛交替 頭痛有時向前彎腰會比較好 尿床,有時是奶白色 有時尿出來後很快就變得很粗 四肢是抽速、彈跳 有時右手突然向人彈跳 磨牙、滑鼻歌,有時是肝門痕 親眼看漢是酸酸縮縮 有些有蟲的肝門痕 這是很典型的山蟲正常 有時你會發現身體皮膚突然有幾處的地方 特別癢、特別不安 博明硬、博明硬、博明硬 其實沒有太多診 晚上磨牙、晚上睡覺 會有驚醒這些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剛才所說的很典型的症狀 但我的經驗 我試過有幾宗的案例 那個人其實 其實它主要的症狀是咬指甲 可以說是咬到連指甲什麼都沒有 你想一想不到 你剪都沒有辦法剪 它是咬咬咬咬咬到整個手指是沒有指甲的 我遇到這幾個個案 其實那個人都是成年人 一個十幾歲的一個三十幾歲的騎警 它的表面的症狀就是指甲被咬咬了 結果我也是用這個療劑 用這個驅蟲子的療劑 吃了之後它就不再咬指甲了 有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他媽媽打電話來 發現原來它有蟲 發現那些蟲就真的從肝門爬出來了 同療法的療劑 大家知道 是一個不是一個物質性的 它沒有什麼成分的 那是一種能量的 那它怎麼能夠醫治這些病呢 它只不過是進入了你的身體 產生的能量 令到你身體的蟲覺得是不宜居住的地方 於是想離開你的身體 那這個Cina是一個很有趣的療劑 我很多時候在這種情況 我用了咬指甲 咬到沒有了 或者沈溫咬的療床 剛才所說的幾個情況 OK 那這個就是驅蟲子Cina Meritina 主要應用的地方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否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沙甸街、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